关心南韩的政情 尹席约的执政似乎是越来越艰难了 因为曾经和他一起角逐 南韩总统大卫当初以些微差距落败的人叫李在明 半年之后他以史上的最高得票率 拿下了南韩共同民主党党主席的位置 那么这个巨大胜利使得他身世很强 他的目标是带领民主党重返执政 因此他很快又会成为现任总统尹席约的强劲对手 那么看到这个共同民主党一扫 当时没有选上总统的阴霾 而已经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半年换了两个党主席 我们上周也focus了 尹席约上任白日 为了内讧不断导致势力分裂 他的声量大幅下滑 整个南韩的政情显现动荡的气氛 朝野对峙对于南韩社会极为不利 今年三月在南韩总统大选当中 以0.8个百分点的极限为差距 输给政治新手尹席悦 共同民主党灵魂人物李在明 时隔半年卷土重来 参选民主党党主席 以77.77%的史上最高得票率 取得压倒新胜利 一甩大选挫败的阴霾 李在明这一回意气风发站上了讲台 他的上任也终于结束进步派 长达六个月群龙无首的窘境 慎选演说当中李在明强调 他会让民主党重返执政 而在民主党内同时举行的 最高委员会选举当中 也是由新民派拿下大多数席次 原本的清文在营势力消退 清理在明派成为新主流 前所未有的强势领导集团 跟着诞生 知识南韩检警近期针对李在明及其夫人 所涉及的土地开发弊案 和挪用公款案加大调查力道 尽管支持者众多也展露不小野心 但官司缠身仍是李在明最大争议 巧合的是共同民主党敢在党内选举之前 刚完成党章修改 允许党务委员会取消受到政治性报复起诉的党干部停职处分 这意味着即使背叛有罪 也能获得最高委员会的救济 遭质疑根本是李在明防弹条款 就怕他会成为下一个李俊席 国民力量前任党主席李俊席 因为爆出性招待丑闻遭到党内停职 他向法院申请假处分 首尔地方法院认定程序有瑕疵 26号叫停国民力量的紧急对策委员会机制 让国民力量党再一次面临重新改组的窘境 如今共同民主党重振旗鼓叙事待发 国民力量想改变朝小野大的局面更加困难 南韩总统尹熙悦就职一百天 执政党却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他喊出朝野大团结 试图与国民力量党党内内讧划清界线 专注解决南韩经济危机 就怕好不容易回升的支持率 一不小心又会探底 TVBS新闻综合报道